美国前总统川普7月13号遭到刺杀险些丧命 众议院举行了听证会要求特警局局长齐多列席 而事实上听证会召开之前 众议院的两党议员已经联名要求齐多辞职负责 但齐多拒绝下台 结果在听证会上议员是炮火猛烈 指齐多对于安全的威胁没有概念 而齐多曾承认川普遭到枪击式特警局数十年来最大的疏失 三会前主席科默则表示 众议院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 都对他担任特警局长没有信心 也劝他最好自己走人一面难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